哈嘞各位学员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竞导演剑 最近总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这次新进化抽到什么呀 有没有抽到囚徒啊 哎呀 囚徒是不可能抽到囚徒啦 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千颗金了 想要出金光呢 就只能靠白嫖 虽然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完了 但是毕竟那是金皮呀 人家官方再怎么大方 也不可能用金皮来挽留我嘛 对不对 但是 紫皮还是可以随便给的嘛 然后呢 我就拥有了一个牛的紫皮 哎呀不得不说 这一步还是有点太明显了 五个金花就可以有出了金光 这样是说出去了 不都得说我暗箱操作了 下次千万不能这样了啊 下次至少得抽十个金花 才能让我中了 知道吧官方 记住啊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赛季金花 女巫的紫皮 羽蛇 话说可能啊 我女巫的皮肤真的多啊 上次因为穿扇富江是限定的 而且很好看 就用这个碎片换了 后来才发现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抽过了 女巫的金皮 这次呢 又给我来个女巫的紫皮 这强行让我玩女巫的意思嘛 啊 扯远了扯远了 我们先说回这个女巫的紫皮啊 我一开始看官方爆料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皮肤 跟一些蓝皮没什么区别啊 结果一进游戏 我就发现了 这区别还是挺大的嘛 看看女巫 这身珠光宝气 全身上下都是珠宝 还有胸口的那颗夜明珠啊 哇 看起来就很大气 很有那种古文明大祭司的感觉 这个确实很精美啊 呃 再来看看这个女儿 女儿的这个发型有点奇葩 从背后看 像顶着一个桃罐 这身 看起来好像是个抹胸裙 不过仔细看 好像像是连衣裙 哎呀 这些女孩子的衣服 我是不太懂的了 不过这次女儿的武器呢 倒是有一个不错的突破 以前呢 都是拿着十字稿啊 锄头啊什么的 这次 手上直接变成了一个狼牙棒 呃 这个应该是狼牙棒吧 感觉有点像 琵琶琴的那个琴头啊 啊 怎么说呢 这个紫皮看起来呢 要比囚徒的金皮还要好 这波挽留还是很香的 我很满意 本来呢 是要录一个实战视频的 但是看这个实场呢 好像已经不太够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实战体验什么的 下次再说吧 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波 四人上挂仪式 好了 溜了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